小姐小姐一個人嗎 今天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今天來了美麗島捷運站 為什麼要來美麗島捷運站 因為我前幾天在FD上面看到一個抽獎訊息 哇又是抽獎訊息 就是他們最近這裡有一個新的商場 叫莫凡美麗島商場 然後這個商場它就聚集了很多 我覺得高雄很好吃的店在這邊 有一間我很愛吃的拉麵店 搬到這裡來 就是因為許先生前陣子一直吵 我就說他要吃拉麵要吃拉麵 我就想說那不然就找機會一起來 來吃爆這邊 好那我們就直接GoGo GoGo 好 i could be in the monster out of my head under my bed think you're something out of my nightmares see me right there but if i lay down and i play dead and i stay dead then will you get bored of killing me 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noticed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ould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我们这一次来到了我超期待的阿妞哦 你看这家店的主厨超屌的 他们家的主厨是蓝带全员的 所以我刚刚一直很期待 我们今天点了他们家非常有名的水源炸鸡 虽然说我其实不太知道水源炸鸡到底是什么口味啦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吃 所以我很兴奋 我跟你讲炸物就是要趁热吃 所以我没有考虑 我就是要先吃先干为敬 你看 韩式炸鸡好吃的就是在它那个皮 它这个皮就是甜甜酥酥脆脆 好啊 你是不是想吃 你看我要请你镜头拍一下 你把它夹起来 诶很酥 然后刚刚入口的时候 那个汁会不汁不汁的出来 对 而且我觉得可以搭上它上面的葱汁 它上面有一点点洋葱跟葱 我觉得搭起来吃超棒 然后我们第二道点的是 它的海鲜煎饼 它海鲜煎饼不算是特别厚的那一种 但里面料超多 然后我吃韩式料理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蘸酱 它这个蘸酱不知道为什么它皮皮 然后酸酸的超好吃的 就是要沾满 然后 我觉得它的海鲜煎饼 的酱 不够 不够有味道 不够有味道 所以 吃到的味道大部分都是饼的味道 你记得网友在上面评论的时候有说就是海鲜煎饼 比较没有味道 就是比较在吃面粉的味道 然后海鲜 嗯 这一道比较不够 我刚刚这上桌的时候我有点吓到 整个就是王美碗啊 然后你看里面的料 其实它里面的料很多诶 有什么味道 有蛋 洋葱 当然就是很大一块的豆腐 金针菇 然后我点的是猪肉 因为我就是说来一般的店我都会点猪肉 因为我怕牛肉会柴 还有蛤蜊 来我们看一下蛤蜊 新不新鲜 算是OK啦 算是正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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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好吃耶 因为它的味道很浓 它有一种海鲜味吗 还是什么的 是一个厚 厚 还是猪肉炖的味道 它很浓 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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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休息啊 我觉得可以 这三 这全部的排序 它第一 水源炸鸡第一 然后嫩豆腐锅 我排第二 这个就可点可不点 可点可不点 我觉得还好 但是它的小菜 它的小菜好像就是固定就是 这两个 小菜总的也比较少 对对 它小菜总的也比较少 一个是豆芽菜 但是豆芽菜 我觉得不够辣 这是不够入味 味道比较烧淡一点 这个蛮好吃的 这是 洋葱半黑轮吗 我觉得它的 这道 甜甜的 很好吃 非常够味 小菜好像固定就是这两道 买到了 这个豆豆圈 其实它第一家店是在盐城区那边 我们之前吃过的蛮好吃的 然后它现在开二店在这边我超兴奋的 我想说一定要纳入今天要介绍的东西里面 我们今天买了三个口味 是它超有名的黑巧克力 跟芒果香香 然后还有这个 我上次去的时候就是买不到这个大西地香草 据说咬下去都会爆酱 所以我们就一一来开箱 好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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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要先吃巧克力的 嗯 很怕 把嘴巴弄脏 你看 开吃 看不到 超級多巧克力一口咬下去 牙齒裡面都會擠進那個巧克力的甜 欸超好吃的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有點太甜 因為它是比較偏小朋友的甜 甜圈一樣 就是很Q很有嚼勁 我覺得超好吃的 這個甜圈就是要這樣咬下去 蓬鬆可是有Q的度 欸小鬼我好想再吃一口 我等一下要再吃了 不然它又要生氣了 然後芒果 然後芒果這個 欸你看我還沒有吃它就已經爆出來了 這是芒果餡 對啊 它已經擠出來芒果餡了 對啊 它這一個是比較擠在 好像我還沒咬到中間 然後它就是擠中間在右邊的 外面那個糖粉超爽的 你會一直咬到卡哩卡哩 可是麵包底都超Q 超Q 欸我決定再吃一口 我要吃啊 有餡的地方 它芒果餡 我覺得是那種果香很清香 不是像外面那種 化學的 我覺得不太像化學的 就是有點類似你自己打成果汁那種 果香 也不錯 可是餡有一點點少我覺得 大西地香草 這個味道是我最期待的 滿嘴都是糖粉 沒有貼體 滿嘴都是糖粉 我跟你講香草就有爆漿的感覺 我覺得排序 我的趣味是香草 第二名是巧克力 第三名是芒果香香 我覺得可能是我個人 對芒果沒有那麼樂愛 然後它的餡就比較偏少 然後這個一吃下去 是整個爆出來欸 這個香草可以 而且香草不會很甜 香草味很濃 這個超推薦 但是它 它就是內餡有不一樣而已 其它口感上面都很類似 麵包的 麵包的Q度都非常好 但是你看 你看香草的 就是這麼的逼人 然後你看芒果的 芒果的就是 芒果比較貴 芒果就是燒鹹拌薄了一點點 然後香草的就是讚讚 但我個人也蠻喜歡巧克力啦 有巧克力看起來吃到你 巧克力 如果你是喜歡小朋友甜的巧克力 你就會很喜歡立足我 我們第一個要來吃我超級期待的燒肉飯 叉燒飯還是燒肉飯 老作燒肉飯 叉燒飯 你看它的叉燒飯 你看起來比較想吃老作燒肉飯 很濃郁 而且它那麼奶酥 就是會在嘴巴融化的那一種 我一口要直接那個 你不要吞口水我聽到了 不要再吞了 你看就是要什麼料都有 吃到頭腦 就是這味道 你看很濃濃的梅奶汁在上面 甜一口 它稍微咀嚼的時候那個肉香味會出來 然後搭上梅奶汁甜甜的味道 好香喔 然後最後海苔根本就是有夠大的 化龍點睛 哇你的那個 你真的回去看一下字典 你那個詞彙只有少而已 可是因為真的太好吃了 那海苔的香味 會在最後整個提出來 讚讚 燒飯真的是一定要點 拜託大家一定要點 然後 半還我 半還你 我要來喝湯了 我們點的是天堂口味的 所以它就是單純的主意 天堂特製拉麵 不會很濃也不會很鹹 非常的鮮 我就要來試試看它的細麵 讓大家看 它的細麵是那種 我超愛的會沾著湯汁的那種 好好吃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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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叉燒不是那種特別厚的 叉燒兩塊是我的喔 你只能吃一塊 欸它總共有四塊 四塊一人兩塊不行 它叉燒是這樣 比較 比較薄感的 嗯 肉沒有 沒有肥肉感 很嫩耶 它豬肉很嫩 咬下去在嘴巴裡面化開了 然後它的糖心蛋就是一整顆 給你滿滿的 嗯 它沒有切好 它就是一整顆給你滿滿的 我們要剪開是不是 嗯 剪開給大家看 不會流湯的那種 但是就是有點像溫泉 那種 就糖心蛋 糖心蛋那種 不是溫泉蛋那種 糖心蛋不用介紹 糖心蛋就是糖心蛋 欸可是我喜歡糖心蛋吃起來 中間甜甜的味道 好 好搭 這個set好搭 哼哼叫的耶 整天哼哼叫 最後我要來吃 我很期待的可樂餅 可樂餅是我第一次吃 因為平常我們都吃它的糖氧雞 它是炸雞 對 但這次我想說我來吃吃看可樂餅 因為它糖氧雞也很好吃 會很juicy的那種肉 怎樣 你有聽到那個 喔你要自己靠近 Kranken姐 對 要靠近我說 還有那個酥 妳知道我剛剛會切下去那種 卡椒卡椒 卡扭 哇阿這卡卡拉�ea 中間就是這個馬鈴薯 好啦我先來吃吃看 果體了 餃味好棒 然後再沾它這個 有點像炸豬排的醬汁 好搭喔 而且它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剛炸好 溫溫熱熱但是表皮超酥脆 我剛剛在吃的時候 很難聽得到那個卡滋卡滋的聲音 超級好吃喔 笑死 我覺得這個我可以吃3塊耶 那個問題耶 這個可以好好吃喔 開動 開動 最後我要來吃小二先生的乳酪塔 因為他們家是賣曲奇餅然後乳酪塔 但是因為曲奇餅太大一口而入 覺得只有我一個人吃的人太多 所以我就選了他們的乳酪塔 這個乳酪塔應該是70塊 而且它店裡面很好拍 對啊它裡面超可愛的 鱷魚很可愛 好乳酪喔 它裡面是那種異骸狀的 然後塔皮好吃好脆喔 好吃嗎可是有點貴 嗯 一個70塊有點貴 一個70塊 小小一個70塊 可以感覺到它裡面的乳酪耶 很濃 它乳酪很濃 整口都是乳酪香 然後有一點檸檬的酸酸的味道 好像是乳酪的香味 但是一個70塊 但還蠻好吃的耶 其實蠻好吃的 偶爾吃一個 它的塔皮不會很甜 搭上它裡面有乳酪酸酸甜甜的 好好吃喔 我覺得是剛剛 吃完整個鹹食的結尾還蠻OK的 好 那就慢慢享用 嗯 拜拜 吃完了 我們今天吃完四間店了 是四間嗎還是五間 你吃了哪四間 看一下 我們今天吃了 小二先生 我們今天吃完每一家店 它都會給我每一個抽獎券 這就是我獲獎的希望 我等一下要帶大家去偷摩彩香 希望我可以中大獎 那獎品還不錯 對 它的獎品還不錯 它的獎品是 每一家店都會推他們自己的代表商品 然後來送給你 就是如果你抽到的話 我要來放我的摩彩券了 而且我這一次有四張 我兩張要揉成這樣 然後這樣比較會中 要揉越揉才會中 然後兩張就平放 我們有四張 GOGO 祝我中大獎 許先生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家 麵巫糕 你最喜歡麵巫糕 麵巫糕 怎麼辦我會難取捨 因為四家我都覺得蠻好吃的 好吃喔 麵巫糕 麵巫糕我喜歡它的 可樂餅 可樂餅 然後小二先生剛剛的乳酪塔也好好吃喔 好貴喔 一個70塊 一個70塊是有點貴 但是 真的好吃 然後兜兜圈 兜兜圈它的甜點圈大家還記得嗎 很Q很綿的甜點圈 也一樣很好吃 阿妞 阿妞它的 水源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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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棒 我覺得大家有空如果有搭捷運的話 真的可以來美麗島站這邊走一趟 因為它的店家 我覺得都蠻好吃的 而且環境又非常的舒服 冷氣也蠻涼的 對捷運組很方便 對啊如果你今天搭捷運上下班 你下班的時候來吃個拉麵 然後來吃個韓國料理 超爽的 所以我們今天算大成功吧 算成功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